新北市首次以女性为主要对象 办理2018新北宠爱女人市集 3月9号到11号在淡水的黄金水岸盛大登场 活动还特别结合了行动支付 让民众拿起手机扫描就能够完成支付 2018新北宠爱女人市集3月9号到11号 在淡水的黄金水岸举办 现场集结了35家女性商店店家 现场还提供了行动支付的服务 新北市在去年我们推动了400家店家 导入行动支付 然后我们今年要推动3000家导入行动支付 那这目的主要是因为3月8号是妇女节 我们妇女节是我们整个台湾消费的主力 我们希望借由妇女节这个活动 导入行动支付 让行动支付在我们新北市更加的普及 更加的应用 新北市政府去年辅导407家餐饮业者 到陆新北一起配行动支付应用 今年更预计扩大整合6家以上的行动支付业者 以达到全面普及应用 我们这400家主要是以餐饮跟所谓的零售为主 那未来我们会普及我们新北市的零售商店 因为我们新北市的零售商店量是最多的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3000家以上的这个商店 来导入我们行动支付 未来我们会在几个行动的热区 包括新板特区 还有大陆客常聚集的地区 例如淡水 例如瓶溪 例如酒分 导入行动支付 让行动支付更加的普及 活动现场天天有好康 包括限量一元多一件 满意送一 五折商品等优惠活动 消费满额300元 还能免费报名参加限量的塔罗牌占谱 活动详情可以到金发局的网站查询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新北市采访报导